Hello 大家好 今天 Coach Henry 和大家分享 少少的 insight and sharing 關於一個我很 respect 的 player 我們以前 junior player 我 junior 那時 和 collegiate 那時 甚至乎 playing professional career 那時 都會很 idolize 一位很 amazing 的球員 就是 Stephane Edberg 很多朋友都會知道 他那個 knit game 尤其是 serve and volley 是一個 highlight來的 是 amazing 的 所以我們都會不停去 refer 去看看他怎樣打 and model after 他的 volley 有什麼好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 inspired 可以吸收一下 那大家請大家 subscribe to our 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 with some new 朋友 希望大家 enjoy 今天我們的 sharing 那當然外面有很多不同的 coaching opinions 看法 我們都很尊重的 那今天只是我們的 coach Henry 的 sharing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那還有這些相片是 free的 online 是不 belong to 我的 這個是只有說 講解 disclaimer 那我們開始了 那我想很多朋友都會有看過 一位 這麼 amazing 的球員 那他是 Sweden 的 那他是練過六個 Grand Slam 一位最靈魂的 一位最靈魂的 瀟灑有型的 的 不是說他是否靚仔的問題 當然是靚仔 不過他的風格 是一個很 令人覺得 哇 看起來很舒服的 因為他 發球 and上來 打 volley 即 serve and volley 那就算他不是 serve and volley 那時候 他打 return 他都會盡能力 去找機會 去上來網前 因為他的 volley 是他的強項 那 還有他是一個很 classy 很 professional 很尊重的人 多數你都遇到很多的 厲害的球員 世界級的球員 很多都會很 nice 他們的 professional 那這個令到我們很 inspired 那他是我非常尊重的 professional 從 junior days 直到 collegiate 直到 pro 從現在都很尊重的 那我們呢 希望這個presentation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 教授Henry覺得呢 在他的遊戲裡 大家都可以 be inspired from 借鏡 或者未必 放在我們自己的遊戲裡 那他的forkhand 我先說一下 當然不是他最 best weapon 不過他的objective 是很明顯 他是想做什麼呢 就是 drive the ball through the court 實正一點 令到呢 有機會有短波 令到他可以 再 attack 找機會上網 先的 那麼大家看到 他的grip 是很近 continental 就是一點點 Eastern continental 那些hybrid 混在一起 不過你想想起 他都開始轉多一點 一點點 他又不想去 heavy topspin 例如 例如 grinder 他沒有打算這樣做 當然 他 是有topspin 不過 他主要是 drive the ball with good penetration 因為 他想drive the ball deep 是令到有機會 有短波 然後 之後可以 跟大家分享 有些什麼可以 take away 給我們呢 打continental grip 不是不對的 你要知道 你可以做什麼 當然 他當然 slice forehand 這個 for low bounce 即是說 那個球可以 滴得低一點 是會容易 用你的grip 那 on the other hand 滴得高一點 打得高一點 在肩膀上面 是難打的 所以 如果你是打continental grip 是above the shoulder 是難打一點 那我會建議 或者 做 slice 當然 如果你在 base line 或者是後一點 你很難不停的 slice 不過有些球員都可以做 那就要小心 如果你打什麼surface 你要很留意 例如你打clay surface 或者這個grip 不是the most ideal 不過 如果你是打fast surface grass 快的hardcourt 那這個grip 都可以的 如果你可以take it early before 球升高 above the shoulder 好嗎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 slide那裡 拿到這件事 我都會用continental grip 的 我上網前 都不一定是 打heavy topspin 一定 不是最理想 那我用semi western 我會drive the ball more 希望打deep 記住 另一件事 如果你想approach the ball approach the net deep 你可以用少一點 topspin 最重要是deep 好了 那我們 move on 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是雙手不輕的 跟以前sampras的分享差不多一樣 小時候都是雙手不輕的 他們做了一個change 很明顯是不會自己刮 突然 一聲起床 可以轉 很明顯是有原因的 所以這個呢 送給大家 如果你是想 有一天 有好一點的ball 或者有個好一點的slide backhand 我的recommendation 就是 開始去 投資這個時間 去轉一個單身的backhand 因為單身的backhand 你會多些feel 感覺 感覺 讓你可以 熟一點 單身的backhand 只有一隻手拿著一塊棒 去execute 你的stroke 因為 他的單手backhand 亦都是一樣 他希望penetrate the court 是不是想著 heavy topspin 不停地跟別人猜 不 他希望呢 drive the ball with penetration 打deep 找機會有短波 然後呢 就上網前 希望在網前那裡 找ne opening 甚至於 finish the point 那這個就是我的sharing 如果你真的想 有好一點的ball 和slide 是可以 invest 一個單手backhand 他的單手backhand 是 one of the most stylish 瀟灑有型的 shorts 那 這個是 最緊要的 另一件事 就是不只是 打到球 都要有型和瀟灑 很多朋友都會說這些 那我覺得 這個是我的sharing 還有我之前有很多師傅都同意這件事的 就是 單手backhand的朋友 就是 slide和volent 是多一點的 好一點的 這就是分享 那你說是不是一定要 小朋友 個個都要 單手backhand 那要看那個小朋友 他 你懂 他 他整個package 要跟他溝通 就是不是說 一開球就肯去到的 雖然有多家長都會 做這件事 不過我建議就是 要看一下他 是否接受到這件事 因為 要建設一個 單手backhand 都不是容易的 要看清楚很多東西 因為我有很多 很多 我有很多 客人 可能你們在聽 看這個presentation 就是 其實我建議之前 我看了很多 先會建議的 單手backhand的朋友 是不太喜歡 這樣轉身的 喜歡轉身的 會做雙手backhand 我們會看到很多 就是這個某件事 還有很多 你那個性格 你那個 stature 你喜不喜歡做某件事 combination 才會建議這個 單手backhand 給你 好了 那我們繼續 他那個 某件事 是很棒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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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去看看 就是 有幾個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用好玻璃 一定要用continental grip 一個很 我同意的 當你初初練的時候 是一個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這樣拿法的玻璃 是奇怪的 那 我跟大家分享 一件事給大家 就是 如果你想做每件事 都是 如果你想聰明 你是會做些不正常的事 但是聰明的人是不正常的 OK 如果你做 即是高的人 正常是OK 正常的 如果你做正常的事 你就 你就 你就不會去到那個位 如果你去到那個位 你就會有點不正常的 那 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 如果你說你打玻璃 用East-In-Fone-Hand-Grid 都不是對的 就是 你去不到那個 的玻璃 這樣看起來會舒服 然後 你慢慢知道 初初你練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練一些 不正常的事 那 希望有一天我熟了之後 那個玻璃 會變成 不正常的 Good 這樣 那 那 如果你想打好玻璃 一定要有 那 之後 你還有一個 Risk Angle 所以 見到 它的Risk Angle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些相片 它的Risk Angle 沒有那麼90度 尤其是右邊上角的 但是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在想的東西 跟你現實見到的東西 是有點不同的 always try to 拿到那個Risk Angle 最高 就是這個位 拿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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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有一點點 你會看到一些 皺紋在這個位置 那 就像你刮刮人 那樣 你試試刮刮 這個是一個 Strong Wrist Angle 是一個 你需要練的東西 那你說要練Risk Angle 是不是要做就做到 不是要做就做到 要練回來的 所以 我跟很多客人說 他們會問我 為什麼很多 都會拿不到這些Risk Angle 因為 你要捱過 那段時間 你才會有這個Risk Angle 有很多人會放棄了 例如 原來很多 很多運動都是 有些位 就是那個 位你捉不到 你就升不了 那就是Risk Angle 然後 你要有一個很好的 Fore Arm Strengthening 前臂的力 去令到你 Risk 可以支撐到 Risk Angle 那另一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希望你看到 打一個好的Volley 要在身體前面打的 無論你是Down the Line 或是Cross Court So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你逼到一個Volley 即是對方 如果是你上網前 對你 如果你可以逼到 他在身體後面打 那 你就佔上風了 那當然做Volley 我們呢 如果是上網前 你 always keep the ball in front 那之前我在 Oklahoma City 見過Sampras The Coach 那我也問了兩句 他就很明顯 說了兩件事 就是 keep the volley simple and keep it in front 那跟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你想打網前打得好 你一定會 要 要 做多Lunch 即公佈 以及 準備去 撲球 沒有人會打個球 給你的 實實是正正正 舒服給你的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要是他就傻了 還有記住 Less is more 做少些 你不會因為做多些 那個Volley會好 不會的 Less is more 希望大家可以 拿到這些東西走 他的發球 不只是一個 nice combination of power and spin 當然是nice 不會說的 而且他很deceptive deceptive 即是甚麼呢 令到你很難看到他打邊 pattern也好 angle也好 速度也好 他會mix it up Location 他不會只是開Y 和T 他會人家開Body 他那個slide serve kick serve 有時慢一點 有時電視難看的 有時他突然會 撮過慢一點的serve 你要改改rhythm 是一個returner 是一個 你要ready alert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記住 當你們打serve 有時快快慢 慢得來是怎樣 是不是推 慢得來是一個spin serve 有時有些 之前有些朋友說 慢慢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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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快 或者快快serve 加慢 那那個慢 不是你推 是你用spin 令到那波慢 OK 那這個呢 有時要多說一些 他的objective 不是打A子 他的objective 是想上來 打有個好的Body 高的希望 那serve 是令到他 有個很easy的Body 讓他可以put away 所以課程就是 不是打爛serve 看serve之後的板 你做什麼 我經常跟大家分享 看球員 都可以提醒他serve之後 做什麼 the first shot and return 之後的板 是做什麼 如果你們想做這個 effect 我建議大家 所以 he strong legs 練多些腳 和 core muscles 因為海谷的disguise 是一件事 就是他的shoulder turn 很厲害的 就是他背部對著對方 然後轉動 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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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個flexion 和pronation 的 accompany 才令到他做到一個不同的 trajectory 這個 希望大家都可以 take away 他的amazing serve 我們都很 respect 因為他拋得很淺 這個就是我們next slide 他拋得很淺 我們會給大家看 就是 你看下去就覺得 好像很容易 我都做到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真的去做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為什麼呢 他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video 這個圖片 看不到 就是 把體重放在後面 就是右腳 之後才拋球向前 and then contact 是inside the contact so 他那個case 有個extreme 也有時候 都被人喊 因為他真的 拿到最盡的 因為他的objective 是希望 他打完 後跑上來 是在很近的service line 來打荷里 當然盡近 所以 後腳會上來 當你後腳上來 那時候 你趴向前 你的平衡要很好 我經常都跟大家分享 你一定要練好你的平衡 但是平衡 很多朋友是不喜歡練的 那你一定要練好平衡 OK 很多東西 很多sports balance is first 基本功 所以變成不要拒絕 這件事 那 現在呢 大家分享 就是他打球的時候 他 pretty much 是看不到 那個球的 There's no need to see the ball 因為你練得多 你會知道 那個球是怎樣的 那 就算他發球 不上網 有時候 或者是 nervous 或者對手的return 很厲害 他都會拋球向前 因為 neutralize 他的 serve deception and also body weight 支持著他 現在我們這個 就會看到 他打完 他都會inside the court 然後之後 他才push back 他 split step on or behind the baseline depending on對手的return 你看到他都是 挨前 and then 打完 and then inside the court 這個很明顯 他不是serve body 他會push back 好啦 那serve完之後 上來往前 所以才叫做serve and volley 不是serve and sorry OK 那當然他bally 非常重要 make that first volley OK 那時候 哎呀我經常都miss the first volley 我跟你說正常 當你練的時候 你初初miss是正常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眼睛去看那個波的時候 你的人又衝向前 你的convergence 你的眼睛看那個波 你的distance 你的awareness 是要練的 so 這個clips 你看到 他上來 他的valley 那個motion 是幾simple 打完之後 衝上來 and split step and then it's very simple 一個soft movement very sharp 那 你又是不是很大力打下去 是不用這麼大力 mike的 so 記住呢 就是看到這個clips serve 已經順著上來 不是serve完 停一停 看看那個波 and then才跑上來valley so以前的coach 就跟我們說 hey it is serve and volley 當然他不是跟我講 因為我從小都已經serve過 那他們serve volley 是沒有那麼natural so serve and volley not serve look at it and then run up and volley so serve and 順著去valley 所以你serve的時候 體重呢 body weight 已經moving forward and 這個 如果你做到 是非常有型 especially如果你的valley 可以打到open chord 好了 我們會show 多幾個clips給大家看 那大家能否留意到呢 他 開完波上來 split step那個位 就是他ready那個位 他是leaning towards the due side covering the down the line 少少的 so 不要直接跑去t位 是leaning towards the side that you're serving to 就是你會follow the ball ok 因為打在網前的ready position 就是偏向你打波的位 ok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拿走這個位 這個 那大家看到呢 那個high volley 當然他會打開open chord 那這個就是next thing 我們想和大家分享的 當你有個high volley 你上到你 你有高valley 什麼叫高valley 就是高過網的level 你可以有個option 去打cross chord sharp sharp angle 如果是low volley 我們建議大家 打回down the line 一點 那之前我有個sharing 關於example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之前有一個clips 是做low volley and down the line 打回down the line 那大家可以refer 到之前的video 那 high volley 大家可以記住 做一個sharp angle volley cross chord 是可以 你也可以打down the line 繼續上來 no problem but 你要記住 high volley 是你的advantage 千萬不要浪費了 那你看到這裡 有一個cross court forehand volley 那這個呢 就有一個high backhand volley 第二邊 千萬不要放過對手 對方 有high volley 就 do something with the ball 那因為高的網 你的拋物線會 會比較金 比較浪費 你看到他的backhand volley 呢 是戒得比較實 一些 和 forehand有些 不同 當然他的 volley 也很厲害 但是背後會比較 sharp which is more natural 先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的backhand volley 身體 你打球直接到身體 就要打到身體 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是servant volley 如果你可以逼到對方 slices 你是有 advantage的 你可以 多幾步 OK 就是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slices 那球是會浮多一點 在空中 因為due to the spin and the air pressure 是多一點時間 所以 所以你有多一點時間 去 走前一點 去catch the ball before it drops bellow the level 那這個clip 我們要看到 他就servant backhand and 立即 踏多幾步 and move in quickly 那當然這個case 去踏 down the line 但他cross court sharp angle 都可以 但是對方 都未動到那個位 所以他就選擇 down the line 那如果 你對方 是有個slices的habit 就記住 可以試一下 開他的backhand 或者forehand slices return and then quickly move in 如果他打不低 這個球 你就有一個huge advantage 另一個advantage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可以製造到 這些situation 是你在 中間 and 的球 是高的 你會在好位置 因為你可以打個v 角度出去 這個就是 這個video 就是 advantage 製造到一個 高的return 打個valley 是高的 它是在 中間 你見到他 偏向他 去 and 他就會 一個v shape 令到對方 跑掉 這個 大家也可以 如果你是servant 你只要想 發球之前 你要anticipate 對方有什麼機會 給我 高球 什麼serv 會令到他這樣 你就要開 總球 當然 Ed Berg 一段時間 就 coach了 Federa 那 很棒 那段時間 有很多 great 事情 但 這段時間 和大家分享 就是 你要找一個 coach 是要 match 你的 style 那 那段時間 Federa 就很明顯 上網上 多了 那段時間 and 他 有很多東西都吸收到 so for you guys 大家的朋友 找一個 coach 外面有很多 good coach 有什麼 你覺得好 你想做什麼 skills in the future 你想學到什麼 那你就要 記住 或者是 想一想 其實 你要找什麼coach 令你有這個skills 或者吸收到 有些是看到 有些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是什麼 就是mental skills 要溝通 那些溝通 都很重要 當然有些明顯看到的 就是back hand 上網的那些 那些 這個就明顯一點 所以 most of the time 兩位都好 classic style respectful and great professional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 sharing故事 兩位都是one handed back hand 你找個coach 去明白你想做什麼 才會令到你幫你 進步得快一點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個位 希望大家喜歡 那如果想大家 了解多一點 singles and doubles 戰術上的東西 小弟寫過三本書 關於singles singles 有兩本 是多資訊的 第一本就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第二本就是 patterns of play serve volley 是一個style in the book doubles 當然我們都會 recommend serve and volley 但我們都有 去 mention 關於baseline 那些東西 signals 令到你可以poaching 得好些 在doubles book 那多謝大家收睇 希望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這三本書 我們這三本書 已經幫了很多朋友 你已經 interested可以WhatsApp 我們可以幫你安排 thank you for sharing and thank you for likes i really appreciate 各位朋友也有like 我們的sharing 請subscribe tip to our youtube channel really appreciate你們的support and share 給身邊的朋友看 讓他也可以得到幾個video 好 thank you and 此以再談 bye bye